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买手模式 买手模式有哪些特点呢 时尚买手是对各种时尚元素的一个重组 这个重组的过程呢 包括对当地市场的一个了解 也包括了买手本身 买手对时尚产品重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同样的产品在不同的买手手中 展示的面会不一样 其实说买手啊 有一双神奇的手 不如说它有一双神奇的眼 它可以发现不同 所以呢 原本优秀的作品到他们手上 就变得锦上添花了 但是对一些普通的甚至稍差的产品呢 有的时候他们也可以便废为宝 有一个例子 一个品牌的工厂 由于交期过了 积压了一批牛仔裤 结果呢 被一家百货商场的买手知道了 他去看了 以非常低的价格全部都买断了 然后回去以后 他把这些牛仔裤全部剪得很短 然后在那天夏天很快就卖光了 这个百货公司呢 因此呢 大赚了一笔 所以呢 我们发现买手是靠眼光和头脑吃饭 买手模式 第二个特点 它缩短了生产的前导时间 提高了货品的准确性 以后 想做产品开发和设计同学 你们要清楚 流行趋势的预测 虽然有规律可循 但是呢 我们知道越临近产品上市的时间 我们对流行趋势的把握越准确 这点我们在第二讲里提到过 所以在买手模式下 时尚买手不用准备产品 可以更准确的把握时尚潮流 买手模式的第三个特点 买手模式是快时尚模式的基础 买手模式出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它的出现呢 缩短了服装设计和销售之间的时间 提高了企业的周转效率 特别是买手啊 能够了解不同地方 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 有助于针对性的采购和销售产品 在买手模式基础上 快时尚运营模式呢 应运而生了 好 我们下面来讲快时尚模式 快时尚 时尚产业中的快餐文化 快时尚营销模式呢 推进了传统零售模式的升级和发展 十几年来啊 涌现出来了很多啊 快时尚的代表品牌 我们看 HM Zara 优衣库 Topshop Mango Forever21 等等 那其中最著名的啊 最有代表性的啊 当属Zara了 西班牙著名快时尚品牌 Zara来自于西班牙时尚集团 Intitex 啊 这个集团下面拥有 Zara等等七个品牌啊 是全球最大的市场集团 它整个的销售额呢 超过了法国试制品集团 LVMH公司啊 它成功的法宝 是什么 最流行的款式 可承受的价格 和快速的库存周转 快速时尚周转 奠定了其快时尚比足的地位 啊 在Zara快速的背后啊 有一支上百人的啊 庞大的产品开发设计队伍 还有一套赤巨子打造的 耳部流系统 有稳定便捷的生产供应链 还有非常好的一流的形象啊 Zara出现呢 打破了服饰品牌运营之道啊 该核心价值呢 在于速度啊 以前的市场周期呢 是半年啊 Zara出现缩短到一个月 一周内能够完成 从设计到交货的周期 甚至在五天之内呢 可以补充上最抢手的流行服装 这种快速反应 比欧洲传统的服装零售商 快上十倍以上 Zara位于总部的这个设计团队啊 非常清楚啊 每个店铺 每个城市 不同地方的啊 需要的款式 需要的颜色 还有尺码 所以每次补货都非常精准 如果用订货这个眼光来看啊 Zara这样的企业啊 就像是每隔几天 就要开一次订货会一样 这也保证了 Zara在生产数量上有所根据 不会盲目的啊 向店铺呢 压货 Zara的库存处理呢 也非常有特点 Zara曾经在国内招募啊 他在中国地区的折扣店啊 加盟商 但有一个要求 必须要距Zara正价店 70公里以外 而且不能够悬挂啊 Zara的一个门头 通过分析Zara 我们发现 快时尚运营模式的精华在于 一流的形象 二流的产品 三流的价格 一流的形象 我们看 Zara的形象看上去 总和世界上顶级大派一样 Zara的选址也是很讲究的 他往往会选一个城市中最好的地段 最好的地段呢 往往都被那些奢侈品啊 所把战 日本的银座地区啊 原来就是高级成衣和高级定制品牌啊 聚集的地方 后来呢 Zara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他硬是加钱啊 加价 把一个很老的这个设置品品牌 硬生生生给挤走了啊 开在了夏奈尔的旁边 把这个地方的地价都给抬起来了 所以现在呢 全球啊 各大城市最贵最繁华的地段 你都能找到Zara 比如说像香港的铜锣湾 美国的第五大街 法国的这个香社里线 包括北京的王府井 上海的南京路 都会有Zara的身影 Zara通过四个环节呢 牢牢控制住时尚产业的一些风险 比如说 从设计到上架 12天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快速上货 尽量不补货 而且呢 款多量少 稀缺营销 不贪求某一个款式上的销量 再有呢 就是终端信息的一个及时反馈 Zara全年要生产 大约啊 12000款衣服 一年52周 平均每周大约230款 当然不是所有的款式 都会在一个店铺里上 他每周要上两次新款 每次大概有50多款 一般的品牌根本做不到 好 看一下H&M H&M的产品比Zara要便宜一些 和Zara相比呢 H&M的产品更加休闲和大众化 而且呢 在推广方式上呢 他也比较注重 他比较 为人称道的是什么 他每年和很多著名的设计师 进行跨界合作 这个也往往成为 时尚界的一个话题 H&M的产品呢 比Zara来讲呢 更加年轻化 比较注重混搭 他给消费者呢 增加一些搭配的乐趣 如果说Zara H&M 代表了欧洲风格的快时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GAP 它是典型的美式休闲风格的 快时尚品牌 特别是以牛仔风格系列著称 这是他在上海开的新店 近两年啊 快时尚品牌发展速度呢 整体来讲呢 稍微慢下来一点 有一点点强拢之木的感觉了 但是有一个品牌 现在开始发力了 就是优衣库 来自日本的优衣库 2013年 仅在中国的销售额 就达75.75亿 优衣库的名字啊 也很有特点 它是Unique和Close 两个单词呢 合在一起的 而且它有一个 日文的一个拼写 印章版的拼写 还有一个英文版本的 优衣库的产品 主要依靠什么 基盆款 再就是靠 多姿多彩的颜色 刘景正 我们说优衣库 不能不提刘景正 优衣库的创始人 和总经理刘景正 是当今世界上 公认的服装营销大师 我看过他的书 了解过这个品牌的发展历程 很值得同学们学习 大家呢 可以在课议时间 借来这本 一胜九拜的书呢 读一读 你会明白 这个日本人是怎么将 简单都不能再简单的 基本款 变成时尚款的 卖给大众的 游衣库的产品呢 主要还是依靠基本款 还有就是多姿多彩的颜色 刘景正 现在是日本的首富 刚才我们讲到的 ZARA老板 奥特加是西班牙首富 我们上节课讲的 LVMH公司的老板 是法国首富 所以看来啊 时尚中啊 不仅有颜柔域 而且还充满黄金屋 Forever21的产品 现在是众多 时尚产品中 最年轻的 非常有意思是什么 这么低廉的产品中 它居然加了很多礼服系列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礼服 看上去还不错啊 才卖200来块钱人民币 二三十块钱每基 销售的非常好 已经成为 Forever21的招牌产品了 好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 关于买手店铺和快市场品牌的知识 希望大家课后有时间去市场上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课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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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